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法律博团节目 有很多华人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做投资 但是难免会遇到一些有关投资欺诈的事情 那遇到这样的事情应该如何的解决呢 今天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的专家是 前检察官联邦出庭律师 Arcadia市议员郑伯仁先生 郑律师您好 你好 谢谢你们耐心 今天的话是2月25号 大家知道我们Arcadia今天有一个疫苗中心 所以赶快赶回来这样子 所以自己的 这个我特别满意 就今天的话我们Arcadia有一个疫苗中心 我真的很开心为了我们的居民 可以这样子做 感谢每一个华人支持我 支持互相有鼓励跟支持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华人区有一个疫苗中心 这对我们每一个华人都很好 所以谢谢每一个人的支持 非常感谢郑律师 一直都在为华人社区服务 而且呢也赶来做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 我想请问一下郑律师 就您所接到的一些案子来讲 有关这个华人欺诈方面的案子 是不是非常的多呢 非常多 大家每一次想说欺诈的话都是很单纯 你今天你跟别人投资 别人最后的话 他就把这请偷走 这当然是一个一般的 一般的这个欺诈 可是欺诈的话 有分成很多不同的 最近针对华人的欺诈呢 就是在微信上 Facebook上 网络上 他们跟你讲要做投资 那投资有的时候是一个单纯的投资 那另外一种呢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投资在一个 这个换钱的这个比例 Forex Foreign Exchange 还是在股票里面 这个呢 我觉得比以前的 这个投资还进步一些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以前差不多五年前 人家觉得说 这种的欺诈的案子的话 只有真的很傻的人会做 有的时候你打一通电话 你收了一个电话 他说 你要赶快回我的电话 因为这个领事馆的话 要有跟你联系 这个的话都好像比较 比较单纯的人了 一方面你可以讲傻 那另外一个方面 你可以讲说是比较傻的人 会相信 可是现在的 现在的欺诈的案子 反而复杂了很多 他们会用很多的中介 来跟你联络 有的时候 是你的股票经济 有的时候呢 不是你的股票经济 是一个人在美国 他会鼓励你说 如果你投这个项目的话 你就可以拿一个比例 所以给你一个例子 最近的话 他有一个单子进来 他去年的时候 差不多10月 9月份 10月份的时候 他见到了一个人 在Facebook 见到了一个人 那Facebook有一个群 是一个投资的群 那投资里面人的群呢 有很多人在赚钱 所以一个人就跟他讲 说我要让你们知道 我们是在做这个买卖的 这个钱的这个比例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美金换人民币啊 美金换那个日元啊 欧元啊 这样子做 如果你今天 你投了这个的话 你就可以赚一倍 所以当然客户的话 不相信嘛 客户不相信 所以呢 他就投了一个5000块 那这个还没投5000块以前呢 他上了课 这个课呢 是很多video 教你怎么样子 去做这个投资 所以看起来的话 是一个很 很好的 很好的 真实的项目 那最后 他放了5000块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 赚到了1万5 赚到了1万5000块 哇 这不是很好吗 对啊 那不是很不错吗 对 所以呢 在三个月以后 他投资了总共 40多万美金 每一天的话 电脑上钱就一直增加 增加增加 然后有一天 网站 他就没有办法进去了 然后突然进去了 以后呢 他看到那个市场掉了 然后他钱就没了 不但钱没了 他要还回去 15万美金 可是你要知道说 这个网站 不是真的 不是一个真的网站 他的群 里面的群的人 都是假的 然后最后 有一个人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不把这个15万 还回来的话 我们会有流氓来找你 他吓死了 他吓死了 那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呢 是因为让人家知道说 欺诈 特别网路上的欺诈 他们进步了很多 不是一个很单纯 你进到一个网站 英文写的很烂 中文写的很烂 是很明显的 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网站 这个网站 不但英文写的很好 我自己都有去 觉得很漂亮 他都有很多的视频 video 他都做得很好 因为你要知道 他们每一个 算是一个七大的项目 都可以赚一个 10万 20万 30万 40万 所以他们会把他的网站 用得很好 你要知道说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虽然我们很多人 像我现在40多岁 可是你要我去做一个网站 做得很漂亮 可能可以做一个漂亮的网站 可是可以做一个 让人家觉得说 真的是一个好项目的网站 这是很不容易 可是现在亚洲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这样子 你要知道说 现在的欺诈 都不是在电话上 打电话给你说 你要跟民事馆讲话 现在的欺诈 都是网路 还有群 在给你欺诈 有多少次 在Facebook上 一个人加你 然后最后开始跟你谈呢 我一般我都觉得是居民 突然我就会觉得 这好像不对劲 很多的案子 现在他们不是马上坑你 坑你这个钱 是可能花一个三四个月以后 才让你投资大 所以华人现在的话 要知道说 今天如果一个人 要做一个投资的话 你要小心 还有我刚刚讲了 为什么股票经济 还会骗你吗 那当然股票经济的话 他有法律责任 他当然不想骗你 他自己也被骗 肯定要知道说 股票经济在美国 如果他要你 投一个项目 有很多的法律 规定他要做 特别拼你的实力 如果你今天 你唯一有的是 十万块美金 然后他要你把 这个十万块美金 马上转给他 这是个不合法的行为 这个的话 如果你最后 你发觉你十万块没了 你最后可以告你的 股票经济 这是错的 然后在华人区的话 股票经济 我发觉 因为我们华人比较爱赌 好 我讲一个事实 我觉得华人比较爱赌 我觉得说股票经济的话 愿意有的时候 不照了法律做事 然后让很多的华人 最后失败 然后讲说 这个是跟我无关的 那不是 你不是投资在我的项目 我也是一个受害者 最后的话 我也是向你投资 可是这个的话 是从你的单纯的看法来做 给你要知道 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那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是可以告你的 股票经济的 那众律师 刚才你也谈到的 那个案件 说有一个朋友 进入到了网上 然后就在那个群里面被骗了 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他有可能把钱追回来吗 这个我觉得就是会有一个困难 这个困难是什么呢 美国跟中国稍微不一样 中国我觉得好的地方就是 他不太会踢这个皮球 他的每一个部门的话 都有联系在一起 美国的可以讲说皮球呢 是如果你去找资安 如果你今天的话找警察 警察如果他的管辖权 给你的案子是无关的 他就把皮球踢掉了 就说对不起 如果你把钱汇到别州 还是别国 不好意思 警察局 我们可以给你写一个报告 可是我不能拿你的案子 联邦政府呢 就像昨天我给联邦政府 通知说我客户被威胁 他说不好意思联邦政府 不管生命上危险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私人的警察局 这个社区的警察局要做 那我讲说 难道会钱的那个部分呢 从律师的角度 我当然就很不高兴了 是不是 你们皮球不能踢来踢去啊 可是这个我就是觉得 虽然我不太喜欢律师讲说 你要找一个律师 可我觉得这种的案子的话 你还是要找律师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话 这个皮球踢来踢去 很多的华人就觉得 就有点泄气 就觉得比较高了 可是我觉得说 法律上的话 还是有很多的手段可以做 不但可以有刑事的手段 可以有民事的手段 还是可以想办法去抓他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 今天我觉得 我经常讲说 美国是最好的地方 可是也有缺点啊 中国的话 民事 如果你是中国的公司的法人 在中国 他会把他的民事案子 变成一个刑事的判决书 刑事的判决书 会变成一个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缉令 就变成一个国际通缉令 然后最后你可能 陷了一个五十万一百万 美国就给你打 中国不一样 美国的话 把一个民事的案子 变成一个刑事的案子 如果律师没有真的参与 推动的话 是很不容易 那美国最后拿到一个刑事的案子的话 然后变成一个红色通缉令的话 是真的很不容易 这个的话 我就是觉得律师可以帮助你的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帮助客户的地方 嗯 那律师那除了您刚才谈到的那个案子之外 就是您所接手的一些案子来讲 还有哪些是与投资诈骗相关的呢 就是您觉得客户应该尽量的去注意呢 对 不好意思 我的脑海里面还是在想这个疫苗 我还是在想着 今天我看到那老人得到一个疫苗 他都哭了 我自己也想哭 可又不敢哭你知道吗 我觉得大家都在那里 我看到这个长辈多开心 你要想年龄大的时候啊 真正看到长辈哭比较少 长辈看到人生都看到很多坏事 可是在他们人生年龄那么大的时候 他们可以受到一个感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感觉 我没有办法给您解释说我多开心 然后多 老实讲也多伤心 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华人来美国已经那么久了 有多少华人 在他们困难的时候 美国政府没有帮到他们 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 有16提案 16提案的话 我们那时候有全美国 不是只有加州 全美国都在笑我们 说16提案一定会过 有十多个家长 就在阿尔凯蒂亚 罗兰岗 他们说我们华人被欺负了 所以就想办法累积全部的投票 打败这个16提案 然后从20年以后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有一点这种发动的感觉 好像觉得我们华人比较团结 不管说你是老一名 新一名 不管说你是从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不管你从哪里 我觉得我们华人慢慢的都一直在 团结在一起了 团结在一起的话 就变成更好的东西有发生 就像我们疫苗中心 所以我一直在想 这个长辈的话 我就今天我觉得我人生的话 太快乐了 在美国长大的人 我们会讲说 如果我今天死掉的话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很快乐了 我看到这个老人举起来手 他拿了那个疫苗卡 举起来手这样子 我就觉得 如果今天就现在 如果不好事情发生 我死掉了 我觉得我有做到了 就我真正的 很满意 很开心 我们回到 我们回到这个 我们回到这个七杂的案子 好 美国的话 因为我们是个法治国家 很多人会觉得说 私人投资 就人跟人投资 没有法律控制的 这是错的 其实 如果你今天 你收别人的钱 在美国 然后是关于一个投资 也有法律规定 虽然不是像股票市场 上市公司的这种规定 可是也有规定 所以 因为很多律师 不太知道这个法律 因为很多客户 他们也不太知道 这个法律 这包括我代表的客户 而我有代表被告人 所以很多次 这个投资的话 他们做的是错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不要觉得说 你一定要投资一个 几百万美金 五十万美金 然后是一定要是国际公司 还是要跨州跨国 才是一个好案子 其实你今天投了一个 一两万块 两三万块美金的话 也有法律规定存在 所以 这个我看到的也是很多 就是今天人家拿一个 三四万块啊 把它拿过来 然后最后 他有很多的法律规定 他没有做好 他最后讲说 不好意思失败了 可是如果你回头 看他的案子的话 他没有照到法律做事 他不能举手 讲说不好意思 你钱没了 这是一个单纯的投资 美国投资的话 没有单纯投资 是算大投资 小投资 小投资的话 也有很多的法律规定存在 很多的话 不知道 所以觉得单纯的投资的话 一个四万块的话 太小 那法律没有控制 可是今天的话 如果一个人跟你讲说 不好意思 你投资在我公司里面 然后你 这我单纯我失败了 如果他没有照到法律规定 做事 从他收理你的钱 到他失败的时候 会有原代责任 你还是可以拿到判决数 所以说 如果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投资失败 或者说是遭受到了投资诈骗 都应该去和律师联系 对不对 这样说不定还有很多翻盘的可能性 对 这种案子的话 我觉得没有律师不好 如果今天的话 如果您 我讲一个类似的案子 你工伤 您工伤的话 单纯的工伤 我觉得你不用律师 这听起来有点无法理解 怎么可以这样子 今天如果你是 比较 不需要律师的案子 我很多次我都会跟你们讲 跟每一个人讲说你不需要律师 我觉得欺诈的案子的话 我觉得找一个律师是最好的结果 嗯 嗯 好 非常感谢郑律师 今天为我们详细的分析 有关投资欺诈方面的法律规定 好 郑律师 在节目结束之前 您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吗 没有 我就是讲说我们华人要团结 这个节目完了 我马上要回到疫苗中心 让我们华人可以拿到这个疫苗 所以我很积极的要去做 所以很开心 说这节目完了 我马上可以过去了 好 非常感谢郑律师 也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好 我们下期法律博谈节目再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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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